身份证资料风波 让政坛两名老将火药味更加浓烈 面对副首相兼希望联盟总裁 敦马哈迪的指控 副首相兼巫统副主席 纳杜斯里·阿莫扎西 今天不点名还击 只自己还保留着一段录音 能够证明真正要推翻那几的人 是敦马 阿莫扎西海透露 是在他受委为副首相的十天之后 而且首相纳吉早已事先知道 两人要见面的事 因此他不可能要逼退纳吉 阿莫扎西是为巫统日轮区部 代表大会主持开幕时 表达对纳吉的忠诚 此外他也提醒人民 不要轻易相信他人刻意抹黑他的指控 包括他是一名种族主义者的标签 阿莫扎西强调 我们不能对其他宗教存有偏见 因为大马是多元社会 必须互相尊重和维护和谐 NTV7综合报道